由周润发 苏友鹏 刘玉飞等主演的电影《童雀台》一经发布便引来了多方关注 近日 七一记者独家拍摄到了正在卓州紧张拍摄的《童雀台》剧组 片中 苏友鹏饰演被曹操挟持的汉仙帝 或许正因如此 苏友鹏的黄袍居然是紫色 这样的造型也算得上该天的一大特点 而苏友鹏饰演的汉仙帝也丝毫没有威严之感 时不时带领一众大臣跑前跑后 这样的人物性格倒也和历史有几分相似 周润发在片中饰演曹操 片场 一身金色长袍夹身的发哥显得十分威武 与苏友鹏饰演的汉仙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再加上发哥不俗的气质 将一代萧雄曹操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片中饰演邻居的刘亦飞 此次依然保持清纯气质 一身大红色的斗篷让她在片场显得格外鲜艳 当天拍摄的戏份 刘亦飞似乎并没有台词 而这样的设计也让邻居这个角色显得更加超凡脱俗 自从刘亦飞出道拍戏以来 刘亦飞的妈妈就时刻紧碎 此次也不例外 在酒店门口我们的记者看到 刘妈妈正在招呼助理将水果行李等搬运到酒店 或许是已经习惯了妈妈的忙前忙后 刘亦飞全程都没有上前帮忙 看来刘亦飞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刘妈妈可是功不可没 奇异娱乐北京报道